况且在此之前 他们二人也根本莫必要去解决自身的一些小问题 毕竟他们的实力是如何就可以直接展现出来 根本不必要去隐藏 隐藏也没有任何的用处 王磊也莫多问 对于千秋的说辞 他当然是相信的了 这二位肯定是跟千秋有很大的关系的 否则不会现在这样一直跟在千秋的身边 王磊只觉得自己真是找对人了 能够和千秋保绑定 简直就是他最幸运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恐怕都不用担心自己是否能够存活下去 顺带着自己的这些人 也都能够得到更好的生活 这就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很快 王磊便带千秋来到了自己的小世界 他把黄梨放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这样也比较的安全 不至于出什么问题 再加上王磊本身也是比较警惕的一个人 所以才会这魔作 麻烦你这段时间 替我看着他了 当时在苦海深渊里面的情况也是比较特别的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想很难让他变得安分 而且你们离开苦海深渊之后 在苦海深渊里确实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千秋当然是不打算把事情说出来的了 这件事儿本来就非常的复杂 况且就算是这样告诉了对方 又能够如何以对方的实力也不过只是感叹积聚而已 所以千秋不想说出去 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不多 仅仅就只有当时他们计个真神罢了 或许也有躲在苦海深渊里的人知道 不过那都不重要了 没关系的 千秋大哥 我知道的 这些事情 我太清楚了 千秋见对方似乎真的明白了 所以就没有再多说别的 直接点了点头 黄黎现在依旧沉睡 是直接把他叫醒吗 千秋不知道 这药效究竟要如何将其直接叫起 所以干脆地询问 一旁的王雷也是点点头 是的 让我来就可以了 很快 他便直接将对方叫醒 黄黎现在缓缓地睁开眼睛 看见了在他面前的王雷 一瞬间就警惕了起来 如果他没弄错的话 这王雷绝对是让自己陷入 昏迷的罪魁祸首 可是 他又立刻看见了 自己非常熟悉的一张脸 如果他没弄错的话 这应该就是千秋吧 可是 千秋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他难道不是 还在苦海深渊里面没回来吗 还以为这是幻觉 可谁知道 千秋直接说了一句话 倒是把黄黎给搞猛了 我回来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前段时间是因为苦海深渊那边的事情 所以我没办法出来 让你也是担心了 不过之后 我倒是想说 你不要再这样担心我 你其实最重要的是 多想想自己 况且 你的等级本来就不高 最后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 这种事情 你还是要好好地想一想 自己究竟应不应该 千秋说这话的时候 相当地肯定 他不希望黄黎再出现这种事情了 况且他也觉得 王雷做的没有任何问题 黄黎现在撇了撇嘴 因为才从苏醒中醒来 所以他还有些许得不太习惯 好家伙 我怎么一醒来 就听见你在说教我 这一定是错觉 黄黎现在直接地闭上了眼睛 他不想听到说教 所以 对于面前的千秋所说的一切 他都当成是错觉 再说了 千秋应该不会说教他才对 自己是想要进入到苦海深渊 去拯救千秋啊 黄黎干脆就闭上了眼睛 而当他再次睁开眼之后 又看见了千秋 千秋现在 有些无语 没想到 黄黎还不愿意相信这是事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黄黎这一番的骚操作 真的是让他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这一操作 他之前属实 没想到黄黎会这么做 不过黄黎可能也是非常担心自己吧 所以 有些事情 他都是能够接受的 我不是错觉 也不是幻觉 我现在 就站在你面前呢 苦海深渊里的事情 我现在 都已经解决完了 你也没有必要担心什么 千秋现在说清楚了 而黄黎则是变得非常的困惑 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在苦海深渊究竟发生了什么 魏石魔当时的苦海深渊没有办法出入了 黄黎现在已经起身了 他没必要在掩耳盗铃看见千秋身后的两个女人 他只觉得不知道魏石魔又出现了这样两个女人 这两个女人看起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好相处的 她们的表情以及她们的神态 包括她们的实力对比起自己 简直就是一个天差地别 黄黎并不认识这两个女人 所以只好看向千秋 千秋则是立刻的朝她解释了 这是这段时间 我在苦海深渊里边认识的 她们帮了我许多 如果没有她们的话 恐怕我也回不来了 千秋当然是说得很清楚 黄黎能够感受到这两个人的实力相当高 如果没弄错的话 应该就是夜神街的人 夜神街实在是太强悍了 她忍不住地对这两个女人点了点头 不管如何 她们是帮助了千秋的人 自己的态度必须地好 无论如何 这份恩情肯定是会报答的 谁知道当黄黎说出了这句话之后 阿火和水柔则是白白手 这件事情跟我们可没尸磨关系 主要是千秋自己厉害 最重要的是 也不是我去救她们 而是她们来救我 如果没有千秋的话 恐怕我们也得死在苦海深渊里面 或者说我们也得受重伤 就是因为有她 所以我们才能如此活着的 这件事情和我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主要是千秋太降了 王雷现在眼睛瞪得大大的 她完全不相信这是这两个夜神街的女人所说出来的话 千秋的实力应该比这两个女人的实力更低一些的 可是现在这两个女人怎么以千秋马首是瞻 这样的事情让人很无奈 不过足以证明千秋的厉害之处了 这可是从她们口中所说出来的 黄黎瞪大了双眼 她确实不肯相信这件事情 就是如她所想的那样 而且她觉得也不大对劲 卫士魔会说是千秋救了他们 她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好奇 而且心中也是相当困惑的 不太明白为何这些人会这么说 这事儿就有些不合常理了 她搞不懂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而且黄黎发现千秋的等级似乎变得高了 以及她现在是和自己一样的黄神街了 也就是说千秋在阶段时间里确实是已经突破了 这就非常厉害了 要知道突破可没有那么容易 况且她本身就是神魂之体 她很清楚神魂之体的状况 千秋如今的突破就正明了一些东西 她在苦海深渊当中绝对是经历了一些事情的 否则不会这样的顺利 发生了什么倒不太好说 不过 你只需要知道这件事情确实是千秋救了我们 如果没有千秋的话 恐怕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站在你们的面前 水柔和阿火只是在说自己遇到的事情罢了 他们又没有说谎 这件事情的却是如此半分谎言都没有 不管他们两人究竟信还是不信 事情都是这个样子 现在王磊也相当的惊讶 他想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才会导致情旷变成这样千秋的厉害 他是早就已经察觉到了的 可是在苦海深渊中 竟然还要靠千秋来力挽狂澜 这两个夜神街的女人难道是半点用处都没有 还是说千秋的实力 其实不仅仅是自己所想的 那一般反倒是更加的厉害 他也是想过有这个可能性的 但是最终却并没有肯定 因为此事确实不太好说明 对了 有件事情我还没有告诉你们 我在天空之城内搞了一块地皮 然后打算创立宗门 你们当然也是要跟着我一起来的 王磊 包括你的那些人 就直接跟着我一起吧 我想要创立一个大宗门 而不是仅仅有几个人的小宗门 我不明白那样的宗门有什么意思 只见王磊有些诧异 他万万没想到千秋在这个时候竟然还想着他 这真是让人心中惊讶 不过千秋想着他 就证明廖千秋本身就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他早就已经这魔想了 王磊不由得有些眼眶湿润 他万万没想到千秋会一直记住他到这样的程度 如果可以 他也很想要报答千秋 可是现在的王磊实力上面是完全不足够的 他要想到答千秋的程度 起码在实力这一块上 也得变得更强才行 而不是卡到如今的这种程度 他又能帮得了千秋什么 千秋大哥 这是真的吗 可是成立宗门自然是要找自己最信任 最熟悉的人了 我们的相识也没有很久 而且也并不是那么的信任你所说的 真的可以吗 王磊现在充满了疑惑 他必须要问清楚这件事情 毕竟有些事可能真的不像他所想的那样 万一千秋只是说错话了 又或者是考虑错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这种事情谁又能够说的一定 看见王磊如此小心翼翼的样子 千秋只觉得他可能是对自己不够自信吧 又或者是现在这种制度本身就让他很是担心 其实完全没必要的 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 这件事情我既然都已经告诉你了 那么我就是已经考虑好了 况且此事 你又为何要对自己震摹得没有信心 你完全没必要这样 千秋对他震摹说道 王磊海有一些不够自信 他都没想到自己接近千秋 居然能够给他带来这样的事情 而一旁的黄黎也是瞪大了双眼 要知道在天空之城内部搞一块地盘 是需要很多的内单的 千秋真的拿得出来吗 不是 我不明白 这内单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黄黎现在歪着头看向千秋 千秋则是笑了笑 并未立刻地回答 当然是在苦海深渊里边拿到的 千秋并未说太多 有些事情他不想让对方知道 因为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 而黄黎现在表情有一些半信半疑的 不是说他对于千秋所说的有什么困惑 只是这件事情换在之前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现在却能够这么简单地做到 那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了 千秋在苦海深渊的这段时间 在离开黄黎的这段时间 确实得到了不少的机遇 至少从这一点就能够完全地判断出 黄黎也是觉得自己恐怕和千秋有着很大的差距了 而且他身后的这两个女人 一看便知道不是什么善差 所以他现在也是很清醒 谢谢你千秋大哥 我今后也是有宗门的人了 宗门的人在一起是可以互相帮助 而且也是完全可以互相信任的 希望我们之间也是能够一直维持这样的关系下去 王雷现在有些热泪盈眶 导致他身后跟随的这些小弟也是同样的 感觉他们看向千秋就好像千秋是神一样 千秋现在挠了挠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算了 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有些事情莫那么重要 千秋也不想解释太多宗门 其实对于他而言就是要人多才能够算做一个宗门 若是人少的话 又算得了什么 只能够算是一群非常互相信任的人 组建起来的一个小队伍罢了 这又算得了什么 在千秋的眼中 这是完全不合格的宗门 现在我们的宗门还在修建的阶段 有一些材料没有弄到 我打算去一趟秘境去看看 但是也要请你们在拍卖会上替我瞧瞧 至于内单这方面的事情 你们仅可以放心 我会给你们50颗递接内单 应该是足够了的 如果不够的话 你们到时候就去找阿火 他会给你们的 这一次是水柔和千秋一起进入秘境当中 而阿火留下来 看着宗门这边的情况 大家都走了的话 那么宗门的主要战斗力也就离开了 万一有人就想针对他们 在天空之城谁不知道 又有一个大牢买下了一片地 并且开始盖起了房子 建起了宗门 这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是大家心中都明白的一件事 正是因为明白 所以说许多人才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他们或许会心生感应 对着这还未建成的宗门 想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千秋最害怕的也就是这一点了 他必须避免这一点的发生 所以很多事情 他都是有所考量的 这个考量也出于很多方面 千秋是一个想事情想得比较深远的人 在很多的事上 他绝对不会浪费时间 也绝对不会将自己的时间 花费在无用的事情上 秘境 你去秘境可以吗 你现在是黄神街 虽然说你作为神魂之体 肯定实力是非常强悍的 这不必说 但是真的没问题吗 我还是有些担心 你不用担心 有我在的话 去一些比较低阶的秘境 觉得是可以全身而退的 就算是中阶和高阶 我也敢保证 他是能够离开的 就算是我自己离不开 我都会让他离开 水柔这话说的是信誓旦旦 黄黎心中生出一种郁闷的感受 现在在千秋的身边 就不仅仅是他一个人了 而是有着很多人 他都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甚至有些嫉妒 可是明白自己 没有那般的实力 便只能够遭受这样的事情 他又能够如何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知道自己现如今的情况 黄黎是没有任何选择的 他现在帮不上忙 不过千秋突然想到了 黄黎身体内的封印 或许阿火和水柔两个人 可以将这件事情给解决了 千秋果断提出了自己的需求 阿火 水柔 你们能帮我一件事情吗 黄黎的体内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封印 是我没有办法解开的 虽然我知道在哪 但是以我之力病 没有办法将其破除 可是你们能够做到 我是信任你们俩的 千秋现在表情非常的严肃 况且 也是需要阿火和水柔的时候 两个人则是点了点头 他们很少看见 千秋这样的时刻 既然千秋有求于他们 那么 他们必定要为千秋做到 这本来 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又为何不能够打印千秋 大家内心深处 都是这样的想法 两个人走到了黄黎的面前 黄黎现在倒是有些尴尬和紧张 因为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 这两个不认识的女人到现在 居然要来为他解决问题 黄黎又不好拒绝 如果这两个女人真的有办法的话 那他之后 想要再超过他们 也是相当有可能的了 所以 这件事情非常的明了 黄黎 你不要抗拒他们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 现在是很有可能能够帮助你的人 如果你抗拒了他们 接下来 可能真的 没有人能够帮到你们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 其实其他的真神 千秋当然也可以请他们帮忙了 不过 他最熟悉的 就是 水柔和阿火两个人了 再加上一个老王 如果水柔和阿火 没有办法做到的话 指不定 老王是可以的 他觉得 老王应该能够帮他解决掉这封印 老王也是神魂之体 肯定是相当厉害的 最好还是不要去麻烦老王吧 现在水柔和阿火 本来就在这里 黄黎现在 也只能够控制自己 看着这两个女人 朝自己走过来 他当然没有那么的担心 也没有那么的害怕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俩 他当然知道 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也必须得接受 封印是必须地去除的 否则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的时间 也会完全耗尽 黄黎只能够安静地 待在原地 看着千秋千秋 倒是不紧张 因为他相信 总是有办法能够解决的 你就在这里打坐就可以了 不要在意 我们两个人 正常做你该做的事情 阿火直接对着黄黎说 黄黎点了点头 按照他的要求照做了 黄黎现在直接打坐 整个人变得非常的安静 他也没再多说什么 直接阿火和水柔则是 立刻将自己的神力 放进了他的身体当中 确实有在他体内 发现一个封印 不过 此封印是有一些差距的 封印确实很厉害 能够直接地 将这体内的所有神力封印住 何况还能够导致他 不能够提升自己的等级 因为神力的获取 是被限制了的 有点意思 阿火现在睁开了眼睛 对着千秋说道 他都万万没想到 千秋身边 竟然还有这样的人 我都没想到 你身边会有人还有封印 要知道 这封印非常的厉害 不是常人所下的 也就是说 那个给他下封印的人 和他有所渊源 这个人的实力 比我们要更加的强悍 我两人合力解开这样的封印 恐怕也是不太可能的 必须得多人一起才行 要不然 他就是跟一群人有仇 要不然 就是跟一个人有仇 不过 我倒是觉得 这有仇 应当也是直接杀掉才对 难道这是为了折磨他 阿火的想法 非常的稀奇古怪 不过千秋认为他说的有道理 说的确实挺对的 能解开吗 千秋现在最重视的就是这件事情了 能解开的话 一切都好说 不能解开就麻烦了 阿火点了点头 放心吧 解开肯定是没石磨太大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现在 我们肯定是不能够马上解开的 必须得花费时间 况且 我们两人也不一定就能够将其直接解开 肯定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千秋听到对方说 只要有办法解开 他心中就放心多了 这件事情 他就没有那么的担心了 好 没关系的 只要可以解开就行了 阿火 那接下来就麻烦你了 我和水柔 就打算去秘境了 还有就是 你们直接把他们 带到天空之城去吧 咱们的地盘 现在虽然缺乏材料 但是也没关系的 到时候 就麻烦 你在拍卖会这边 也帮我盯着了 没关系的 不麻烦 阿火笑咪咪的 他觉得 这是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水柔到时候 和你去秘境 你们一定要稍微的小心一些 不要受伤了 虽然说去的是低阶的秘境 但还是要多加注意一点 阿火就是有些放心不下 可能他这个人 就喜欢操心吧 不管是这两人去哪里 他都是有些操心的 千秋点了点头 他当然明白了 他知道 阿火为时魔担忧 而他们两人的实力 应该是能够横着走的 其实并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千秋没有再多说别的了 水柔现在在封印上边 打上了一定的神力 到时候 阿火就可以进行练化 两个人的神力 汇聚在一起的话 速度会更快的 水柔现在看着千秋 对千秋微笑着点了点头 咱们可以离开了 去秘境 这边的事情就交给阿火吧 黄黎也睁开了眼睛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整个人都是猛的 这种事情就只有等人来告诉他 不过现在大家似乎都不想说话的样子 水柔正在跟千秋聊住天 而一旁的阿火则是完全的不搭理 能够感觉得出他现在是有一些尴尬的 黄黎也知道这究竟是畏食魔 还不就因为他的实力太过于弱了的缘故 但凡他的实力能够稍微的强一些 恐怕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他一想到这件事情 就觉得心中有一些难受 可是没办法 毕竟自己就这样了 至少在封印完全解除之前 自己就只能这个样子 在千秋面前 如今的黄黎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 他只能够跟随着千秋的安排走 或者说是跟随着这两个女人的安排走 黄黎心中是很不甘的 可是又能够如何 他再也不甘 也只能够如此了 没有任何的方法 能够解决他目前的困境 除非他实力变强 放心吧 千秋大哥 我一定会照顾好黄黎的 然后这边的事情 我有任何不明白 不懂的 也是会问阿火大姐的 阿火这一次 是头一回被叫做大姐 他表情微微的有些愣住了 没想到 对方会这魔的跟他说话 不过这个感觉其实也还不错 千秋被叫大哥 那他们就被叫大姐 这也是对了的 况且他们的实力本来就强 这魔弱的黄神街的人 这魔教他们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阿火想了想就默在思考这件事了 黄黎没说话 闭上了自己的嘴 他只需要看看之后 封印解除了自己的实力就行了 如果自己的实力还算得上是可以的话 那就完全不需要担心 早晚是能够解决这件事情的 如今 封印确实挺让人难搞 但不过也只是短暂的时间而已 现在自己的封印有办法解除掉了 那就不必再担心了 千秋和水柔到一旁研究了一下 有关于秘境的问题 水柔当然知道 秘境的入口在哪里 他这一种已经突破了最高等级的真神 当然是每一个秘境都可以前去的 不过 秘境也是由一个开始的周期 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够进入 就像是苦海深渊一样 秘境目前一共是有四个正在开放 其中有一个算是等级比较低的 还算是可以 但是另外的三个 肯定东西会更多一些 这些秘境当中现在有多少的真神 我不太清楚 但我估摸着人肯定不少 确定要去这一个吗 千秋也是有些犹豫的 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和水柔的实力 去到更高级的秘境肯定是必然的了 不过 他也有略微的担心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进去过 而且 我所听说秘境的东西 全部都是道听途说的 我不是太了解 这件事 请我们先去低阶的看一看吧 反正到时候 在幻城中高阶的秘境 也都是可以的 只要是能够去 那么接下来就不麻烦 好 听你的 我们就去低阶的看看情况 不过去低阶的地方 我们究竟能不能够得到 你想要的那些材料 就不一定了 尽力吧 两人现在已经确定好了 他们要去的地方 接下来就直接出发 千秋现在被水柔牵住 因为接下来 他们要直接的进行传送 所以 必须两个人有接触才可以 千秋现在心情 还有点紧张 他自己作为真神 虽然在从前的世界当中 是可以撕裂空间进行传送的 但自从来到了此地 就不能够再跟从前一样了 小世界当然是有不一样的规则 来到了这更广阔的大世界当中 很多事情 都将和之前有很大的改变 千秋没有再多说其他的 他现在的心情倒挺放松的 很快随着一股子失重感袭来 千秋有些难受的 睁开了眼睛 面前的水柔 则是非常关切地看向他 一般来说 自己传送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的 但如果是让其他人跟着一起传送 可能就有些麻烦了 没关系吧 水柔颇为关切地看向千秋 千秋这才睁开了眼睛 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 不过看着周围 似乎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野草丛生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生物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 像是另外一个小事件 我还好 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失重感 也不知道究竟是从何而来 我是怎么了 只见水柔微微地笑了笑 他也解释了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 所以才导致的这个问题 主要还是因为传送的缘故 不过水柔自己也没办法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密经内部了 但是因为传送的原因 所以 你现在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 不过没关系 过一会儿就好了 已经到达密经的内部了 这是不是有些太快了 我还以为要 稍微地等一阵子 没有 我想着千翠 直接就把你带进来了 所以就并未在进入密经的时候告诉你 千秋果断地点了点头 这样也好 其实他都是无所谓的 怎么方便 怎么来就行了 没有必要考虑太多 水柔现在告知千秋这里的情况 在这里的 通常都是天神阶左右的真神 我们两人是可以应对的 或者说 就仅仅凭借着你的能力 就可以搞定他们 不过就是天神阶的真神罢了 只要不一起上 我是很相信你的 千秋莫想到 他居然这么相信自己 也不知道 水柔究竟是为何觉得 他的实力这么强 但其实 千秋自己也有自信就对了 这种事情 他也是颇为信任自己的 如果自己就连天神阶的人都搞定不了 那恐怕 他就不是神魂之梯了 神魂之体 之所以强悍 也是因为这些事情 你说的没错 以我现在的实力 一定能将他们解决 这不过就是一件小事 况且 我们来此地最重要的原因 可不是要和这些真神计较 最主要的 还是要找到 咱们接下来所需要的材料才对 这些材料 可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我们说不定 还得多花费一些心思 在这上面 千秋现在说的特别明白 水柔自然也是点头 非常赞同千秋所说 此事确实需要多花心思才行 行 那现在 咱们先去逛逛吧 我刚才稍微的用神石探索了一下 但是在这个地方 说了也也奇怪 我这摩强悍的神石 竟然不能够探测 超出我们方圆十里之外的地界 也就是说 必须要我们亲自去走一趟才行 要想找到这些材料 恐怕没这摩简单 因为 我刚才探测了一波 这方圆十里 竟然什么样的宝物都没有 可能是因为 这低阶秘境 开放的已经太久了 那些原本十分厉害 的东西早就已经被人取走了 咱们没有任何的机会 说到这里 千秋也是有一些觉得恼火 不过也还好 机会总是会再次降临在他们身上的 现在这些人 虽说已经将大部分的材料 又或者是较为宝贵的东西 全部都捞走了 莫关系 他们所拿走的东西 说不定只是一些看似比较厉害的 对于这些天神街的人来说 有一些玩意儿 不一定是他们能够发现的了 或许真的还要像水柔你这样的真神 才能够得知 有这种可能性的 千秋现在倒是这样说住 水柔点了点头 千秋说的确实挺有道理的 如今他们还莫探索 不能够直接就泄解 此地目前看上去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也不代表他们完全不能够从中找到一些 他们所要用的 很多的神器也是出自于这里 神器是散落在秘境各处的 这是我听那些真神所说的 当时咱们不是在天空之城吗 我就听到了旁边的一群人 这魔说着 因为我们对于秘境也不了解 这才知道 神器是也需要寻找 没想到水柔居然还会听旁人所说 这让千秋心中觉得有些惊讶了 毕竟水柔这魔强悍的真神在天空之城内 自然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它绝对是王一般的存在 可它却要偷听旁人所说 千秋不觉得奇怪 只是觉得有些好笑 明明水柔可以光明正大地去问别人的 但是不知道为时我 水柔却没有去问 原来是这样 那说不定我们还能够从这小秘境里边找到一些 神器给王维那一群人用 肯定是足够了的 虽说小秘境已经有很多人找过的 但是无所谓 走吧 咱们再去逛一逛 看看能不能够从中找到一些我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千秋向来都是比较冷静的 这件事情还没有去做就放弃了的话 这不符合千秋的性格 况且千秋也觉得这魔作并不好 因为有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定论的 如果真的能够从中得到一个定论 千秋或许会立刻的放弃 可问题就来了 确实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的定论 所以此事倒是有必要的 再加上 本来对于秘境就不太了解 如今有这样的好机会可以稍作了解 又为何不多加探索 等到他们了解充足之后 去到高阶秘境才更加的有可能抢夺到宝物 其实抢夺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小事 因为他们的实力够强 但是要在何处进行抢夺就成了最大的问题了 如果就连宝物出现在哪儿都没办法找到 那还抢夺个屁 别人拿到宝物之后 肯定会直接脱离秘境 回到天空之城 一旦回到了天空之城之后 就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再去针对它了 在城内是不允许任何真神有矛盾的 否则将会遭受天谴 这种事情 没有任何一个真神开玩笑 除非是真的不想要命了 也不想再次轮回 两人开始在这小秘境当中 不断地观察着周围的事物 其实这周围看上去 也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点 至少在千秋的眼中就是如此 不过就是花草树木格外的旺盛罢了 而且在这里还有一些非常奇特的建筑 是很难在其他地方看线的 就算是大多数的小世界也极难见到 像面前的这座建筑 就是非常奇特的样子 千秋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圆盘形的建筑 也不知道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他对于秘境还是比较好奇的 因为以他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所谓的秘境实际上就是小世界 毕竟这里不就是一个单纯的世界吗 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 可为什么又要被称为秘境 又为何会有这魔多的宝物存在其中 这都是千秋心中最为困惑的一件事情了 我特别想知道 这秘境的由来究竟是魏石魔 因为秘境看样子 不过就是小世界 可是这小世界里位 和又有这魔多的宝物一类的东西 不太能够理解 千秋果断地询问水柔 指不定水柔会知道 这件事情究竟是魏石魔 好歹水柔也是能够进入秘境的人 果然水柔给出了一个十分靠谱的答案 这件事情其实并未清楚地解释 我也不太清楚魏石魔 但在我的理解中 这秘境就是小世界的融合 在我的想法里 此地的秘境应当就是那种 很多小世界泯灭之后 再重合在一起的新的世界 而这些重合的部分 全部都是小世界所剩下的 在真神神消到云之后 它们的小世界并不会立刻地消失 应该就是融合成为秘境了 当然了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但实际上究竟如何 我也是不得而知的 我觉得应该和我所想的大差不差吧 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千秋也非常赞同他所说的 如果不是这样 那么千秋也想不出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了 这个原因已经是最能够解释的 若换了其他原因的话 这小世界的由来就完全解释不清楚了 千秋不再去思考 这种事怎样都好 千秋觉得最让他恼火的是在这小世界中 他找不到任何教位有价值的东西 不过倒是发现了一些事 但这些真神似乎对于千秋和水柔有所忌惮 一旦 看见他们两人的时候 就直接迅速地跑开了 好像是害怕他们出手 因为这些真神的实力 其实并不如千秋和水柔的 一旦打起来 他们绝对是落下风 虽然人数多 但那又如何 真神可不是平级人多 就能够打得过比自己等级更高的对手 千秋只觉得很无语 他想打劫都不行 这些人一看线 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 一溜烟就完全消失了 要想找到他们 纯粹是在做梦 一边的水柔则是莫说话 千秋好奇地看向水柔水表情名重 似乎在想什么 千秋有些好奇便果断地询问 怎么了 是发生什么了吗 水柔摇了摇头 他有所感 但是这种感觉却断断续续的 他不太能够确定这是否就是他们要找的东西 他只是隐隐约约 感觉到在不远处 应该是有宝物的 千秋并未感觉到 听到水柔所说之后 也是变得有一些兴奋 这样的机会对他们两个人来讲 可是相当特别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宝物 我们在这里溜达这么久了 总算也应该给我们一点点好处了吧 不然就这样一直下去 谁能受得了啊 我还是想要尽快找到一些东西的 不过令千秋有些惊讶的是 他明明感觉不到这附近的东西 但是水柔却能够感受到 这就足够说明水柔一定是因为他本身等级的原因 那我们过去吧 就在前边不远处 那个地方好像并没有人 我也不知道未尸摩 可能是莫人发现吧 水柔也有些不太确定 因为此物他不知道是什么 虽然说他是感受到了 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位真神感觉到 药膜就是这个东西非常的厉害 药膜就是这个东西 大家都觉得非常弱 就连来去取 都没有任何的兴趣 这两种可能都会发生 不过千秋倒是不介意了 他觉得都行 无所谓 好了 你就别再想那么多了 这个东西究竟如何 咱们到了之后 自有判断 现在就算再思考 也是想不出什么东西来的 千秋说的确实没错 水柔也不再多说了 他点了点头 非常赞同千秋的想法 如果这魔说的话 倒是可以安安心心的前去即可 两人很快到达了水柔所说的地点 此地肯定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但是表面上看起来就还好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千秋也很想知道 这里面究竟有什么 非常茂盛的灌木丛 千秋也很想知道 下边究竟有什么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毕竟是其他人都没有发现的 而且水柔一个人发现了 那就足够说明一些问题 别轻易靠近 总感觉这下面有些东西 水柔神情变得严肃 死物有些奇怪 这个东西说到底 它不是活物 也不是死物 这就是让人最恐惧的一点了 非生非死到底是什么 击杀可是并非活物 也并非死物 那就只能说明这个东西不同寻常了 你先推到一边去 让我来看看 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才行 水柔非常的谨慎 这个东西如果真的非常厉害的话 那绝对不是千秋能够解决的 就连水柔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解决 别看他现在看起来冷静 也是第一次陷到这样的东西 这跟他第一次来到秘境也有关系吧 这并不是神器 也不是草药 更加不是某种一兽 水柔很紧张 他希望是自己能解决的东西 而千秋现在看见他这样 也是有些吃惊 你这魔说的话 这个东西我们还要去取吗 因为有危险 我们要尽可能避免 这一次进来只有我们两人 默认能够帮助得了我们 千秋不想冒险 因为最开始的想法 就是来找材料的 而且 他知道水柔很降 可是总会遇到预料之外的事情 水柔还是很好奇的 他是真的想知道 这究竟是什么 非死非活 是极为特殊的 千秋说的话他明白 肯定是不能够向人多那么肆意 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好 万一这个东西对于他们来说 本身就有极大的用处 千秋也并未阻止 其实他刚才说话 纯粹就是为了想让水柔想想 这件事情 究竟是能做 还是不能做 他明白 他表现的有一些矛盾 可千秋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想多加思考 他最开始选择进入初阶秘境 也都是有原因的 好 你把这个东西找出来看看 究竟是什么 千秋也不离开 他不可能离开 他也要看清楚 这东西究竟是个什么玩意 水柔其实是有些犹豫的 这件事情 他并不想让千秋掺和进来 但奈何现在在秘境当中 就只有他和千秋两个人 这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他心中都是很清楚的 最终还是妥协了 千秋现在站在一旁 看见水柔伸出自己的手指 直接将面前的这一些灌木丛给拨开了 千秋看着灌木丛 只是觉得心中非常复杂 如果可以的话 他希望不要是什么特别难搞定的东西 只见着灌木丛中阙 躺着一个圆溜溜的玩意 这个东西看起来没尸磨太大的威胁性 而且这玩意儿像一个蛋 千秋的表情变得很难以言语 他们讨论了那么久的危险玩意 就是面前这东西 这是认真的吗 千秋顿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有些事情其实还挺明确的 不过在旁边的 水柔也是有些惊讶 这是什么情况 本来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玩意 可是到头来在他们两人面前出现了一颗蛋 这蛋不算活物 也不算死物 我不太明白 这一颗蛋究竟是什么情况 如果它是活的 那它就是活的 如果它是死的 那我们也能感受到 可这不死不活 难道是说明它本身的时间停止住了吗 千秋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想法 也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了 这件事情以这样的方式说出口 自然是最合适的 而水柔现在也是有些猛 它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不过 它立刻捡起了这颗蛋 这颗蛋摸起来冰冰凉凉的 我不知道 但是你也能够感受到吧 这颗蛋很是异常 我觉得我们先把它带着吧 看能不能够将它孵出来 这个蛋应该是鸟蛋 就是要比寻常鸟蛋更加的大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异兽 千秋现在听着水柔所说 可千秋并不认为这是异兽 如果真的是异兽的话 那摩情况肯定是有些许不一样的 没有人在此之前献过异兽弹 异兽这种生物 彭扶就是突然之间出现的 并非是需要成长的 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先就不管这件事情了吧 此事也并不重要 水柔点了点头 好 离开了这里 在秘境之中 就再也没能找到有用的东西了 也是因为这里的人太多 他们早就已经将秘境中的宝物 全部都拿走了 也就是说这一次来到这地地街 秘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只有往更高街去 可能才有用处 两人也是直接回到了天空之城 现在也没过多久的时间 阿火看着两人的出现 有些惊讶 没想到这模块就直接回来了 你们怎么这么快啊 我还以为 你们会在这秘境里边 多待一段时间的 但没想到仅仅是这摩基田 阿火现在有些呆愣着 就是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不太能够理解 说来 我们确实也有所收获 但是 收获并不是特别多 得到了一颗 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东西 或许我们可以去查询一下古籍 千秋又想起了 自己当时知道自己是神魂之体的那一家古籍店 还是黄黎带他过去的 千秋觉得 在那里肯定是能够从中得知到一些消息的 那里的店主也是深不可测 至少他的实力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千秋之前所挑选的那些书籍 都还没有将其买完 这怎么能行 你们跟着 我去一家古籍店吧 这一家店里边 有很多的书 咱们从中可能找到一些消息 况且 我之前还在那里购买了一些 有关于锻造之术的书籍 还没有复完 我跟店主说好了的要求 咱们现在就去看看 千秋所说 两个女人自然没有任何的疑问 只是点了点头跟随着千秋 很快 来到了这家古籍店 对于千秋的前来 店主则是看了他一眼 对于千秋的前来 倒是现怪不怪了 可是 之前跟在千秋身边的女人 还不是这两个人 店主看了一眼这二人 总觉得 这二人的实力并非向他们展现出来的那一般简单 可以说是非常强悍的 可是这两个女人 又为何待在千秋的身边 这就有些不太能够让人理解 千秋现在已经升到了黄神街 但毕竟只是黄神街 纵然 她是神魂之体 但这件事情 也不至于因为 这两个女人 不仅仅是夜神街了 千秋与她们 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利用性吧 所以 这两个人究竟是为了什么 才做这件事情的 店主最终 还是没有多问 因为这件事情 是千秋的事 店主有件事情 需要你的帮忙 我在秘境当中得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 你能否帮助我找到 有关于这个东西的一些资料呢 我特别的需要 此物很不普通 店主并未拒绝 反倒是让千秋先拿出来看看 千秋当然也是立刻给她看了 看着面前的这颗蛋 店主也是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说的 这是什么玩意儿 店主也是没有搞清楚情况 这个东西表面上好像只是一颗蛋 但是这颗蛋的状态太过于诡异了 店主也是第一次陷到这种情况 非常的特别 没想到你还能找出这模新奇的东西来 可以有点意思 你怎么不早点带过来 让我好好地研究研究 这样的新鲜事 肯定是要第一个知道 店主现在兴奋极了 都没有管这两个女人的事情了 这一颗蛋确实就是一颗蛋 我并不知道是什么生物的蛋 但是我敢肯定绝对是很强悍的生物 可以查一查 但是 你们得给我一点时间 因为就算是我也是从未见过这玩意儿的 这还是第一次 千秋并不着急 这件事情 他心中很清楚 可以慢慢地来 况且 既然这位店主喜欢研究 那就把这颗蛋 先交给他就行了 店主 那这颗蛋 暂时就交给你了 我拿着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我们是弄不清楚 是有什么用处的 交给你 肯定能够更快地解决掉 我们的心中的困惑 行吧 交给我就对了 店主突然想起来了什么事的 这些书 你之前不是一直都要吗 也不用花钱了 你给我带来了这魔好的研究材料 你直接就把这些书全部拿走吧 无所谓的 反正我也不查这些 店主现在已经完全不在意其他了 对住千秋说了之后 便抱着蛋去了另外一边 显然是痴迷的不行 千秋则是觉得有些尴尬 不过看着面前这些书 他还是立刻收下了 毕竟对他而言是非常有效的 他最近都没时间尝试锻造 等到了宗门建立成功 有了落脚之处后 纳摩便可以继续地进行尝试了 他所制造出来的神器 还是有些厉害的 正是他第一次制造出来的枪 非常的坚硬 才能构刺破异兽王将他的核心摧毁 其实千秋都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够做到这一步 虽然在此之后 那把枪就没有办法再使用了 因为已经变脆弱了 你居然还对锻造之术感兴趣 这种东西都是线布的台面的 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在这上面花心思 水柔是这样感觉的 主要是在他们这一群真神里边 锻造之术会的人 基本没有可以说起完全不重要了 我也觉得 不过你要是喜欢的话 就继续做呗 反正能够做出你心满意足的神器 也算得上是挺不错的 阿火倒也无所谓了 千秋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呗 反正他们也是能够帮助得到千秋的 千秋想要材料 他们也是能够解决 直接去秘境里面找就行了 或者是使用超能力进行购买 千秋倒是对他们两人所说的 心中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不管对方要如何说 千秋都有自己的主意 他不需要别人去肯定它 我确实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主要是我在想着能不能够为我们创造出 我们自己最喜欢的神器 对于自身最契合的神器 与其去秘境里边不断地寻找 或许自己创造才是最好的选择 你们怎么认为 千秋说明了自己的理由 刚才有些抵触的水柔则是明白了 千秋想要表达的 他好像知道了千秋想说神魔了 他刚才说的确实有一些太过于肯定了 水柔则是立刻道歉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说的有些过了 主要是在此之前 我们基本上都没有怎么听说过断造这回事 因为对于我们这个等级的真神来说 其实像神器虽说有辅助的作用 但我觉得如今我们都是靠着自身的 可是听到你这么说 真的能够得到一些和我们契合的神器的话 那么接下来 我们肯定是能够更加好的发挥出自身的力量的 千秋笑了笑 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 其实我想要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只不过就是想要尝试一下 你们本身实力很强 但是也是有神器进行辅助的 我看见其他真神 好像或多或少都有两把神器 我能问问你们的神器是从何来吗 是在另外一座城市里边 千秋对此一直都非常好奇 况且他们的不给骗 他也不知道来源于何处 是来源于天空之城 还是说另外一座他不知名的城市 这些神器不是你想的那样 旁边的阿火摇了摇头 这件事情很是特别 是一个人特地给我们带回来的 我们也不知道他究竟从哪里搞到 或许是在秘境当中 又或许是去用内单进行购买 可是到达我们如今这种程度 内单有的时候 都不能够换到很好的神器了 大家有神器都只想自己用 又为何要交由其他人 对于我们来说 递接内单就是最劣质的货币 千秋忍不住地点了点头 行吧 他算是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 对于他们而言 地间内单已经是不太行的存在了 看来他们想要购买到一把神器 确实的花费很多内单 对于他们而言 在天空之城搞一块地皮 恐怕都是非常轻松的 毕竟这对他们来讲算不得什么 这个人是谁 你也认识的就是老王 老王作为神魂之体 其实在一个人当中已经算得上是强悍了 最重要的是他不仅仅实力强悍 偶尔还能够经常拿出一些东西来 这些东西或许是神器 又或许是一些草药 或者是不给品 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拿的 我们天天都在一起 又怎么可能有机会 他是挺神秘的 两个人都这样说 千秋不由地更加的好奇了 他想知道老王是究竟如何做到的 老王都没有告诉我这些 他确实挺厉害的 他作为神魂之体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 我想他一定付出了很多努力吧 这其中的艰辛是让人难以想象的 我到现在不过也仅仅是生了一件 你们就能够有此猜测的出来了 唉 这种事情真是很难说 三个人已经回到了属于他们的基地 看见了王雷以及黄黎 黄黎和黄黎现在正打坐着两个人 也是要在此地修炼的 他们已经从拍卖会回来了 买到了一些材料 但是还不足够 依旧是欠缺很多的 特别是那些珍惜的材料 拍卖会以上根本就没卖 所以只能等到下一次拍卖会 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两个人感觉到了有人前来 便立刻地睁开双眼 看见是千秋的时候 黄黎变得很惊喜 千秋 你回来了 有没有弄到材料啊 我们这边的情况不是特别好 拍卖会上的材料特别的少 我都不知道这究竟是魏石魔 对啊对啊 我也不太明白 根本不该是这样的 王雷和黄黎两人对着千秋说 千秋也有些尴尬 他这一次回来 纯粹就是单纯来看看 他也没有搞到材料 其实对于材料这一块 千秋估摸着 只能够去高阶的秘境看看了 而且这一次的秘境 已经开了这磨酒 指不定里边东西 全部都被拿光了 所以只能够等到下一次 好在秘境的刷新时间是很短的 我们去的时间实在是太晚了 所有的东西都被其他人给拿完了 所以 基本上是一无所获 除了得到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 那个东西 我已经交给古迹店的店主了 他自然会帮我们研究出来的 千秋现在微笑着点点头 说得非常明确 黄黎和王雷都默想到秘境中的东西 竟然还能够直接被清空 这是真的吗 秘境里面东西还能够被拉完 这些人也太厉害了吧 主要是我们去的低阶秘境 如果是去的高阶的话 恐怕情况有所改变 黄黎愣了一下 他已经猜到了 千秋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肯定是要直接去高阶秘境当中 我们接下来就打算去高阶秘境了 阿火可能也要跟着我们一起 等我们三人讨论一下再跟你们说吧 你们就一直在这边好好修炼 以及拍卖会那边盯着静心整理施工队 现在已经停工了 他们就等着材料了 所以此事我不想拖 尽快地去解决吧 千秋说了之后 直接转身就离开了 剩下了黄黎跟王雷 王雷的表情倒还自然 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常 但换了黄黎却是一脸的复杂 我现在已经不能够在他身边了 我已经不够资格 我的实力也完全跟不上 两个女人在为我解开封印 我是知道的 他们也不会敷衍我 就算我解开了封印 我的实力又能够强迫这两个女人吗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再靠近他一点了吗 王雷在一旁摇了摇头 他早就跟黄黎说过这个问题 要是他是女人的话 他肯定会牢牢地把握住千秋的 绝不放手 但是黄黎在之前的好时机 从来都没有抓住过这个时机 搞定千秋 这就是黄黎最大的问题了 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地修炼 然后尽量快地把这些材料找齐 这是你最重要的一件事 找齐这些材料之后 千秋才会放轻松 他再不忙了 才能够与力交流沟通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做事得分清楚主次 你要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就按照我所说的来 黄黎点了点头 说的没错 既然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不如就做好千秋 交代给他们的事情做好 千秋想要表达的是 不就可以了吗 接下来的事情的话 那就只能够看自己的实力 究竟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封印一旦解除 剩下的全都是他的天赋 虽然说黄黎的天赋应该很好 但谁知道 千秋这边则是在疯狂地讨论住 他们在想 究竟是该三个人一起去高阶秘境 还是说两人一起 要不然 我们回到苦海深渊里边 去找其他的真神吧 对于他们来讲这件事情 肯定也是有必要的 他们也需要去秘境当中 寻找他们要的东西 可以一起 水柔说出了这模一句话 但是千秋却不这么认为 如果是有利益分歧 那么千秋就觉得 这件事情还是得好好地考虑一下 不要这模块的就做决定 再好好想想吧 我倒是觉得人多了 也不太方便 咱们两个人 或者是三个人都可以 主要是这一回 你是真的放心不下了 但我确认为我和水柔 应该没石磨的 在这高阶秘境当中 我们打不过 我们也可以跑 千秋的想法 倒是很简单 不过打不过就跑 本来就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况且千秋也没说错 只需要跑到更加安全的地点 然后传送回来就可以了 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只要跑得掉 那么他们的小命就能够保的了 确定吗 阿火还是有些犹豫 明明很想跟着他们一起的 可是阿火也知道 在天空之城这边 最好还是不要让这些人 单独地待在这基地里 毕竟其他人都虎视眈眈的 万一就出了什么事情 最重要的是 他还要给黄梨进行解开封印封印 是必须解开的 如果一直在黄梨的体内 那么黄梨就没有办法增强自身实力 听我的 你就留在天空之城吧 阿火 接下来 他们就直接交给你了 我相信 你一定能够做好 千秋就这样果断地决定了 他可不管 阿火有多么的犹豫 这件事情 他说定了 那么 接下来就不允许再提 千秋不喜欢啰嗦 也不喜欢说太多 有的没的 好吧 这一次 千秋和水柔 可是做足了充足的准备的 两个人并没有就这样 直接地去到高阶秘境 反倒是去购买了一些不给品 因为水柔所拥有的那单数量 非常可观 所以 他们能够购买到的不给品 也是相当厉害的 千秋可以说是喜笑颜开了 有了这些东西 那他们还怕什么 而且 千秋其实并不认为在这秘境当中有比水柔更降的 因为听水柔所说 他们那座城里的 真神对于这类秘 竟是没有任何兴趣的 他们会去往另外一个地方 至于这个地方是哪 水柔现在还不能够告诉他 所有的真神也都不能给他说 因为这是会遭天谴的 以至于千秋 就连这一座城市的名字都不知道 咱们这一回肯定是万无一失了 要不然再去购买一两颗草药 可我觉得 梅石磨太大必要了 他们就算是再降也强 不过 你就算这些人联合一起 咱们也是觉得 可以击杀 千秋对于他们两个人自信心爆棚 水柔在旁边并没有多说什么饭 倒是点了点头 对于千秋所说 他觉得非常肯定 你说的确实没错 这件事情倒也没必要那抹紧张了呀 我一直都是那个性子 因为我有时候大大咧咧的 特别容易把事情办错 所以他就格外地爱操心 这都是怪我 只见千秋摇了摇头 没关系的 我又不介意 况且 他是担心 我们这已经算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了 千秋的话说得很好听 水柔露出了浅浅的微笑 脸颊上带着一抹烟红 看起来极其的柔美 两人就这样再一次地进入了高阶秘境当中 可高阶秘境确实和低阶秘境有很大差异 危机四伏 当他们一落地时便感知到了周围杀戮的气息 血液的腥味也是充斥着千秋的鼻腔 他现在皱着眉头 睁开眼睛 看着周围的一切 只见面前是几只异兽 这几只异兽不能够判断 其实力究竟是什么等级 可以说是十分特殊了 但是最令人惊讶的 这几只异兽没有对真神出手 反倒是互相打了起来 千秋和水柔对视一眼 有些搞不清楚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异兽们打仗 千秋和水柔 现在也是看着 两人心中都格外地纠结 不知道要不要直接出手 将这两只异兽直接给杀死 可是最终千秋还是摇了摇头 算了吧 这件事情没有必要那摩着急 我们走吧 这里的异兽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了 在我们出现的时候 他们竟然不合作 团结起来针对我们 反倒是一直都在互相撕咬 这究竟是为食魔 千秋确实搞不明白 就算是异兽想要互相吞掉 以增强自身的实力 可是在有真神出现的时候 他们必定还是会在一瞬间针对真神的 不过这几只异兽显然就有些反其道未知了 不仅仅是千秋现在很猛 就连水柔在一旁都是非常不能够理解的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 除非在这里又要诞生另外一只异兽王 可就算是异兽王也会首先将真神给杀掉 千秋稍微地观察了一下这两只异兽 他发现两只异兽的眼眸中散发着强烈的红光 不过这红光是偶尔有 偶尔没有 看起来颇为诡异 难道说和这红光有关系 千秋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他们应该是进入了某种状况当中 我们不需要管那么多 直接走就行了 千秋点了点头 我知道 两人就这样离开了这片血腥之地 之后的异兽究竟厮杀成实模样的 结果他们两人也完全不知了 高阶秘境更加的广袤 可以说是没有办法探索到底的 虽不知究竟有多大 但是他们的神识 却缩成了方圆无理类 能够探索 更加的狭窄了 两个人要在这高阶秘境中 耗费的时间 也是更多 千秋看见了地上的一棵草 如果他没弄错 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草药 这种草药是可以活经脉的 也就是说此人的经脉 若是没有疏通的话 使用这颗藻就可以疏通 其疏通的最终作用 是能够提升修炼的速度 他立刻地蹲了下来 江草直接拔了起来 千秋都没想到 他竟然还会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遇到这颗草 这颗草要是拿出去卖了 定是能够卖到天价的 千秋心中格外地高兴 没想到 这高阶秘境 确实是和低阶秘境 有着很大的差异 我近来就能够找到这颗草 实际上就已经说明了很多了 至少说明了高阶的秘境当中 还是有许多的宝物 并未被其他人所夺得的 也就是说你的说法是正确的 有很多的真神 或许对于秘境是没有任何的兴趣 我指的是 在你们那个阶段的真神 千秋现在格外地感兴趣 肯定能够 在这高阶的秘境当中 找到更多的东西的 很好 千秋认为这一次 他们来到这里 有了意义 不像上一次去到秘境 就只发现了一颗莫名其妙的蛋 这蛋究竟有什么用 千秋现在也都不得而知 走吧 咱们接下来继续往前面走 也不知道会不会遇到人 但是我觉得 这个地方可能会非常的特别 因为会有很多的危险 不仅仅是异兽在这里 虽说我们第一次来 遇到的异兽非常的奇特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针对我们 倒是一直都在自相残杀 但我却并不认为 所有的异兽都会是这样的 肯定会对我们真神出手 我最害怕的是 在这里是看不到异兽的等级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 真神能够超越目前的等级 异兽也有可能 这些异兽 如果真的是已经超越了咱们 现有对异兽的认知 接下来 事情就会非常的恐怖了 你不这样认为吗 千秋的猜想 没有任何的问题 一旁的水柔 也是陷入了沉思当中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们两人真的是得避开走 因为这也太危险了 一旦异兽真的能够等级超越 他们现在所知道的话 那魔就正明了 其实异兽王就相当于是那一只进化了的异兽 异兽王对于他们来讲 本身就格外的难解决了 还有这类异兽存在的话 异魔恐怕事情将会变得更加的复杂 你说的没错 所以 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 这件事情 绝不可以大意了 真神是没有任何对我们造成危险的实力 但这些异兽 现在我们不知道 对方究竟是什么情况 也不能够轻敌 千秋没有再说话了 两人向前边走着 只见前边似乎有一座城堡 这里确实是一座城堡 千秋都没想到 城堡还特别的好看 看得上 城堡肯定花费了不少心思 进行建造的 对于真神来讲 要想建造一座好看的城堡 也没有那么容易 如果是仅仅使用石头这重东西 来建城堡 肯定是很容易的 可是问题就来了 这城堡上边 不仅仅只有石头 相反可以说是非常少 用的是很昂贵的材料 千秋之所以能够从中认出 主要是这一回 他们也需要使用这样的材料 所以 定然是有所了解的 我们要进去看看吗 千秋果断地询问道 一旁的水柔点了 点头这里还挺有意思的 并且在秘境之中 出现一座城堡 那其实也证明料机缘了 行 千秋和水柔直接进去了 城堡里边 散发出一种奇异的香味 这种香味并没有害住 只是可能鼻尖弥漫的 全部都是这样的花香气 在城堡的内部 全部都是粉色的 可以说现在 他们已经陷入了粉色的海洋 不过千秋却看见了 这墙壁上的血迹 以及地上的骷髅头 如果他没看错 这些骷髅头 根本就是人头 千秋和水柔对视一眼 两人都知道 此地绝对没有表面上 看起来的那般无害 小心一点 咱们来探探这种城堡 这城堡里边 定然是有什么吃人的东西 否则这些人 头骨绝不可能在这里 千秋立刻地叮嘱 水柔当然点头 说到底 他也没有感觉到 这里边究竟有什么 也就是说 如果城堡里有异兽的话 他的实力 恐怕已经超越了水柔了 都会有什么东西 就会有什么离物 这边的帮助 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帮助